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很夸张 路灯装了4个月却从来没有亮过 而这样的情况就在细止前路一条连外道路可以通到大同路 很多车流不过之前就因为晚上太暗所以征设了路灯 不过从去年的9月份增加到现在路灯都不会亮 就在细止前路街195号旁有这么一条以前留下来的疏散道路 整条路横载加加上多弯行车并不安全 不过却是附近货柜厂及居民往返大同路的重要通道 只是去年路重铺水沟也做了还增加一整排的LED路灯 本来想说早就应该完成 谁知这一整排的路灯竟然从9月18号做好到现在都没亮过 在完工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说应该就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说顶多也是在一个多月就可以通电路灯就可以亮了 那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已经拖了三个多月 那我们经过公务局的查询 公务局的回答就是说台电那边还不允许 那么我们现在正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个通电的时间会拖得这么长 真的很夸张当时完工到场本来以为都做好了 谁知道这四个月来路灯成了装饰用 而根据了解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因为市府养工处还在申请用电中 因为那边也比较暗一点 那一道把这个路灯做起来的 那照理说路灯做好以后呢 如果点亮以后是非常的安全跟亮度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现在正在申请那个用电 那用电这个部分有比较慢一点点 那我们有曾经查证过那他们会尽快把这个电接通 这个服务处的珍奇 那路面水锅路灯已经完工实用大概有三个多月了 路灯还没有通电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跟台电那边做一个协调 东西做好了却不能用 目前这条路晚上还是很黑 议员服务处也将颈椎进度要求尽快送电 否则路灯装了四个月却没亮过等于白做 家常慧玲细致采访报报道